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人 好 想赚大钱的人举手 我看一下 好 那挺好的 不过不是很多 两个 那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我这堂课会非常的合适 帮助你们 帮助大家了解 什么是财富 那么其他人呢 你们虽然可能不太想赚大钱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现在的生活 你们这么好的生活 吃得这么舒服 还有穿的衣服 之所以能够这么好 都是因为很多很多中国人 他们非常拼了命地去赚钱 才得来的 我们来先进入第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是否需要财富 或者说财富对于我们的一个意义 那么一般人是如何对待财富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 大家要拼命地学习 对中国的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一整个人生可以说 绝大部分是90%以上的行为 都围绕着同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赚钱 他们从小就开始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是为了考个好大学 考大学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工作 这好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大钱 所以中国人他们从小到大 他们所做的事 所思考的事 所学习的目的全部都是为了赚钱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挺惨的挺苦的 因为光是赚钱本身似乎意义不是很大 但也不可否认的是 这是无数中国人的这种 非常勤奋的一种心态 使得我们中国 走向走入了一个全世界 其他任何国家 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个地步 中国在近50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也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等会儿呢可以看一下 来看一下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比例 大家知道GDP是什么吗 我们先来大家解释一下 知道的人 简单讲一下 他就不是很清楚 GDP呢我们可以把它给简单一点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所有人 我们每天会劳动会工作 农民们呢他会去种地 其他人呢可能会制造一些产品 或者研发一些产品出来 那么你做的这些所有行为 它全部都有一定的产出 我们将这些产出 将这些价值 通过一个数字来计算 再将其整合 这是一个国家的GDP 就是国民生产种植 通过这个呢我们可以衡量 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经济实力的 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 我们来看 等一下 这个 好吧稍等 这是1961年的数据 看上面有美国 西德 日本 英国 一律往下 大家数一下 这其中其实是没有中国的 就是说在1961年的时候呢 中国还没有上榜 中国的经济在全世界当时来说 是非常非常落后的 但很快 这就开始发生了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 1972年中国终于开始上榜了 过了十年了 从这十年呢 大家就发现 其他国家其实基本都很稳定的 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这也是一个国家的 一个正常的一个经济走势的 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都在进步 你也在进步 我也在进步 那么学要超过另外一个国家呢 这是很难的 所以一般来说 这场发展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美国呢要要领先 其他国家呢 一次往后 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幅度 但一般不会很大 当然呢 中国是一个特例 我们再接着往后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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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上走 这是四十年前 那么现在的深圳呢 全部都是高楼大厦 如果大家去深圳玩过 或者大家住在深圳的话 也可以知道 深圳它的不光建筑很好 它的制度也很好 它法律各方面 全部都很完善 那么这个是城市的变化 除了城市变化以外 我们的生活 其实也出现了很多显著的变化 比如说大家知道四五十年前 大家多长时间 大概能吃一次肉吗 一年一年 对 非常准确 对于普通人来说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就是一年吃一次 可能春节的时候 大家全部聚在一起 然后可能只有一两份肉菜 大家吃一吃 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 但是有些稍微会 工资比较高的人 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人 他们的吃的肉的频率会高一些 会一个月吃一次 再往上的可能在当时 到了省级干部这个地位 就是说当时的省长 可能这个职位的人 他们大概可以一天吃一次 那么现在呢 对 餐一餐 而且几乎是每个人都餐餐哦 我记得我当时这学期 我当时坐车 然后我上餐的时候呢 跟别人就聊天 他又跟我说 哎呀 我们这学校似乎 每天练舞 然后不知道你们吃得怎么样啊 他开始吹嘘自己 说你看我 每餐都能都要吃肉 一顿肉都不能少 这样才 嗯 才很好 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他 就对于他来说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只是一个司机 但是在我们中国已经能够 相比40年前 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这中国的变化 我们再看一下正常的国家 这40年会出现什么变化 也就是泰国 泰国呢 在过去被称作亚洲四小虎 因为呢 他是当时亚洲这一片地区 几个经济最出色的几个国家之一 在当时呢 有些外国人呢 他们会来中国 同时也去泰国 去了这两个国家以后呢 他们会感叹说 泰国的经济 你先我们中国 20年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 可能就 可能反过来了 甚至反了更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 听说泰国 大家听说泰国 一想到这个国家 在经济方面会有个什么样的印象 穷 是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而且这只是你们听说 如果你们真的去了以后 你们会发现 确实挺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图片 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 你发现 其实我是将 泰国40年前的图片 和现在的图片混在了一起 这几张 40年前的 40年后的 这是过去的 现在的 这是过去泰国的街道 汽车呀 电线呀什么的 这是现在的泰国的 夜景 对 大家看一会 确实感觉差不多啊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 还记得之前吗 我刚才拿出来的 深圳图片 那把它放一起 一看就看出区别了 这就不是一个时代嘛 那这个就感觉 差不多 因为确实泰国这40年 其实变化不是很大 但这也才是一个国家的 正常的发展速度 按道理来说 他们40年来过去 确实会发展好些 可能会环境 房子会稍微好一点 但不会有 跨时代的变化 那么中国 为什么它的经济会 成飞呢 说中国的变化就那么大 当然这会涉及到 很多具体的 经济学原理 我们这里呢 就不多谈这些 我们这次就谈一个 很重要的要点 就是中国人 非常的喜欢赚钱 中国呢 特别是有个特点 就是中国是不满足的 他们会赚了 有一百块 会想赚一千块 有一千块 想赚一万块 有了十万块 会想赚一百万 所以他们一直想赚 更多的钱 与这相比呢 泰国人就相对来说 更加容易满足一些 他们可能赚了一点钱 生活比较舒服了 每天有吃有喝 那我就可以很开心的 每天去晒晒太阳 很舒服地过日子就行了 当然呢 中国人的这种爱钱的 爱赚钱的这种性格特征 也带来一定不太好的影响 就中国有些时候 为了拼命地赚钱 甚至会没有底线地赚 比如说 三鹿奶粉 大家听说过吗 你怎么听说 三鹿奶粉 听说过 对 因为三鹿奶粉呢 这家企业 他们当时为了伪造 为了让奶粉里面 多一点大白质 所以往里面加了一种化学 工业品 对 三鹿轻爱 结果呢 三鹿轻爱 它是一种有毒物质 特别放多了以后 会毒性比较明显严重 所以当时很多婴儿 吃了以后呢 他们少数死了 大多数是都生病了 所以心情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事件 但对于当时的 这个商家来说 他不过考虑那么多 他心里呢 就想赚钱 我拼命地赚钱 所以他想 既然这个东西 能帮助我更好地赚钱 那么他也不会 多管其他人的健康了 我就往里面加了 这奶粉 再看这个金克拉 大家听说过吗 没有 这当时一个 非常出名的广告 当然这个广告 它出名不是因为 它做得非常好 而是因为做得太假了 所以他会做了 很多虚假宣传 说金克拉是多么的好 然后其他美国呀 日本呀 都没有这东西 都要找我们中国要 但是我们这次呢 就先不看他广告了 我们看另外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这有一行小字 我给念一下 大概是圣地亚哥集团总裁 威廉伯爵 就这么一个人 看这个人可能 大家熟悉吗 大家挺好的 对呀 被广告污染的比较少 那么看一下 这个 既热是电热水器的倡导者 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似乎长得比较像 他们是 他们是 对 他们是同一个人 在排不止哦 他们去干嘛了 车觉是汽车什么 可能是跟汽车美容有关的 好 再看 黑金子精致有机肥 我与实际上另一个 这个是他去做房产的 他去做沙发 做家具 做油漆 还是做眼镜 你们觉得这个人好厉害 什么都做 怎么回事 到底为什么 他真的这么强吗 中国各个行业 他全部都设计 他全部都是专家 就这么回事 其实呢 这个人 他只是一个素材中的人物 你们想到什么 像我们一般做演讲 我们做PPT 我们是经常会从网上 找各种各样的素材 然后放到自己的演讲稿里面 他呢 他这个人呢 就是国外 某个免费素材网上的一个 人物形象而已 只不过呢 他可能看起来有点苍老 看他是专注的眼神 这种智慧的面貌 可能就让人就觉得 一看就有专家的感觉 中国人 很多商家呢 就觉得这个人好 赶紧把他从国外的网站上 给下载下来 用作自己的广告宣传 只不过呢 再给他加上一些图写 各种专家 市立专家 房产专家 然后还有之前的金克拉专家 各种专家 但其实他本人是不知道的哦 他本人都不知道 他已经火遍中国了 所以 所以可以知道 就是中国的 目前的一个情形 就中国人呢 他们非常的爱赚钱 以至于要赚钱呢 甚至可以说 没有什么底线 他们会拼命地 想起办法地赚钱 这时候带来一些缺点 像包括中国人的素质 其实普遍在全世界来说 会偏低一些 但也不可否认 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拼搏 这种赚钱的精神 使得中国的经济 得到了大量的 一个跨越式的进步 好的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这些对金钱的渴望 使得中国家进步了 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 仔细思考你会发现 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实现 我们的伟大的理想 似乎全部都需要 精神的帮助 比如说你想做一个 伟大的科学家 然后研发出一些 大家从没有出现过 在世上的一些物质 你是不是要做大量的实验 那么这些实验 你总需要设备费用吧 场地费用 颜料财购 这些你都需要钱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科学家 他做实验的做到一半 通常觉得 哎呀我没钱了 我赶紧出去打工 然后去打工 在导完工再回来继续做实验 那这实验还能继续做下去吗 所以每个科学家 他的成功 他的研发 都是需要资金 来进行继承的 好有些人呢 可能会想做政治家 说我想做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也很需要钱的 他们需要竞选组织费用 还有需要雇员工资啊 旅费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 最近美国总统川普的 竞选情况 你们大家了解吗 就是他跟 他进行统统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 其实应该已经算输了 但是他会还是在 不断地去争辩 他在说选票 选票可能有作弊的嫌疑 所以他希望呢 希望能重新计票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里不用讨论 他可能需要很多 那有一个有趣的观点 就是有些人认为 之所以川普 他要这么激动 这么抗议 是因为他的财政 他的经济出现了问题 因为他快要没钱了 所以他需要继续当总统 如果他不当总统的话呢 他的财政危机 就可能爆发出来 他就可能会欠很的债 我们先不说 这是否是真的 这确实不知道 但是有人这样 财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川普 在当美国总统之前 他可是个商人 是非常杰出的商人 结果当完一次美国总统以后 他的钱竟然反而变少了 甚至可能会欠钱了 所以你要做个优秀的政治家 也是没那么容易的 也是需要资金的支撑 好 政治家需要钱 那么做企业呢 做创业呢 这个好像就不用多谈 创业嘛 做企业本身就是赚钱的 你赚的钱越多 那么说你越厉害 你实力强 这个老板很优秀 所以你要创出最优秀的企业 你要成为能够改变世界的企业 像乔布斯所说的一样 做了一个苹果 你肯定必须要赚很多很多钱 甚至必须要是 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 好 做文化呢 文化这方面 似乎跟金钱就没那么沾边了 你觉得做文化需不需要钱 也需要 为什么 你说 我们要是 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上一个 你就是 那么不差的那种功能 如果你想要上司 你跟就要教你的 然后就加上 现在就是家长 你跟这些家长 还是现在工作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参加还是有一个好一点 但是这个还会比较上司 更大那个 OK 很好 相当于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给孩子良好的教育 需要给他资金支持 是不是 那么如果不是给孩子呢 就是我自己研究教育 我自己做教育 我自己研究文化这方面的东西 需要钱吗 对 也需要 很聪明 也需要的 比如说 金智学堂 比如说我们 金智学堂呢 像我们学堂 它就是 也是需要 也是需要资金支撑的 其实在过去十年 过去很多年以来 学堂呢 目前 花费的资金 可能已经有上千万了 最花的钱 而且在未来呢 可能为了专门的宣传 会继续再花上千万的钱 这都是需要钱的哦 我们的校长 当时是很有理想的人 他希望我们的教育 也发出最好的教育 就将这种教育呢 可以影响到全世界 理想是很好的 但是他同样需要 金钱的支撑 好 现在呢 有没有什么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疑问 你说 因为我们校长的本事很高啊 这个呢 这个不用先 因为文尼感谢之团 会课下加产 因为在断写方式呢 跟学堂本身关系不太大 而且我们学堂 还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他做得比较好 他会有很多人 他愿意资助我们 他愿意给我们的钱 让我们来办这个教育 但是哪怕是别人给我们的钱 他也需要钱是不是 其实 好 你说 为什么钱没有用 钱为什么很有用 钱 我们这里可能 后面会讲得更清楚一些 钱它本质上 其实是一种 你自己指的钱 应该指的是一种货币 货币它有用 是因为大家都相信它 大家都认可它 大家都把钱 当作一种交换的工具 都愿意用钱 交换其他任何东西 所以呢 当大家都认可钱的时候呢 货币它就非常值钱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你有钱 我们可以理解成 你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些钱可以换 各种各样的东西 好 其实到这里会有一个比较 大家应该有个疑问啊 就是难道真的所有理想都需要财富的支撑吗 有没有一些理想 一些伟大的梦想是不需要财富来支撑的 你觉得有吗 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 没有 有 同意 有的举手 同意没有的举手 大部分人认为是没有啊 其实有的 比如说 大家听说过没 特雷萨修女 她是不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她经常愿意去帮助穷人 她认为是上帝付给她的使命 她一身可能就两套衣服 然后也是比较贫穷 她每天就跟穷人家一起 她甚至愿意看到一些冰死的人 她也愿意去照顾她 哪怕当时她的一些人 伤口啊 受伤了呀 生病了呀 可看起来很恶心 她也很愿意去帮助他们 她非常的伟大 但同时 她的伟大似乎也不需要财富的支撑 她并没有多少钱 是不是 除了迪雷萨修女 好像也有其他人 例如修行人 像佛陀 这些人 他们做的事 我们也可以说非常的伟大 他们非常具有智慧 也不能够帮助我们其他人 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 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大家出来说一下 你们有什么 梦想 你们未来想做些什么事情 短期的也可以 长期的也可以 有吗 或者短期目标 你们最近想做什么 你说 先把突破班打败 挺好 在之后呢 我听说你们想打败美国 你们现在怎么打败美国 没有想法吗 你们要去考美国大学吗 准备 不准备 有些人想 有些人不想 为什么想打败 想打败美国 想打败美国大学 你们想做一些 我想说 只要你们想在这个社会中 去做一些 影响力很大的事情 其实 基本上都需要 金钱的支撑 没有钱的话 你的理想 其实哪怕打败美国的话 没有金钱 你们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比如说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们想变得最优秀 想变得最杰出 你们是不是需要 学习 那学习 同样需要钱 否则学习会教你们呢 你们现在呢 可能是免费班 但是并不是说 你们就 崔西就是 没有花钱的了 只不过你们的钱呢 会有其他人 可能父母 还有其他人 来帮助你们 给你们 赞助了你们 但是他同样是需要花钱的 所以你们 他包括你们 如果未来想去上美国大学 那一样 美国大学也是需要学费的 他都需要 金钱的支撑 所以说确实 有可能就是有些修行人呢 他们未来 他们做的事情 似乎不怎么需要钱 但是你们 但是你们应该没有什么人 会未来会走修行这条路吧 有人未来是要做和尚的吗 没有 对的 所以你们未来呢 你们绝大多数人 未来的理想 你们都需要财富的支撑 所以财富 当然不用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 如果你的整个人生 就把财富 作为你的第一使命 去追求的话 其实比较无聊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财富是支撑你们理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而财富 你们能够更好的实现你们的理想 在三丈给后人的礼物中 其实也特别强调了财富自由的一个重要性 这是一段话的原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说 你只会因为喜欢某份工作而去工作 你不用勉强自己去从事不喜欢的工作 做别人的利益工具 你可以把你的生命用在最能荣耀自己的地方 用在帮助自己家族成长的地方 你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爱好 并去追求他就行了 而不用为了赚钱养家 不得不去从事一些毫无趣味 甚至讨厌的工作 其实这段话 它反映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现状 就是你们认为 社会中有理想 有梦想的人多不多 其实没那么少的 应该点头的人是对的 虽然肯定不会是绝大部分 但是也绝对不算少 不会说只有那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这么少 但是为什么似乎行动的人很少 为什么大部分人他们的生活 你感觉他们就像机器人一样 浑浑噩噩的 在二部就班的工作 然后他们不知道理想的重要性吗 他们当然知道 他们其实也很愿意追寻自己的理想 但是他们追寻不了 比如说他们追寻理想以后呢 随便选去给他们第一笔启动资金 他们要做事的话 都需要一些钱来进行帮助的 万一他们还结婚了 他们的孩子谁要照顾 就像你们为了要上大学一样 他们的孩子可能也要上大学 这钱又谁来付呢 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可能也老了 那么这些父母 他们的都是需要有人照顾的 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并不是没有理想 他们并不是没有梦想 只不过他们没有办法 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他们只能在自己的某一个工作梗位上 陷入了其中真的工作而已 好的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这种境地 我们就需要从小就开始了解 去学习到底什么是财富 我们怎样才能拥有更多的财富 好 现在你们可以大家思考一下 你们觉得什么是财富 我们要取得它 我们要拥有它 我们可以先说清楚 到底什么才是财富 大家可以随便猜一猜 比如说大家觉得货币是财富吗 不是 为什么 到底是还是不是 是吧 你看它能换很多钱 是不是 我拿着十块钱 我就能去外面买两 买两瓶面包 它是财富 对不对 来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大家听说过万元户这个词吗 可能没太听说过 这个词呢出现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主要形容非常富有 年收入过万的人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对 你收入过万很多吗 这 这似乎不算多吧 这算很有钱吗 你说 怎么回事 对 很聪明 因为当时的一万块 和现代的一万块 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 1980年的时候呢 一斤大米是一毛四 现在价格是两块九一 翻了多少倍 三十倍吧 近近二十多倍 一斤猪肉 1980年 四十年前是一块钱 对 接近一块钱 现在是三十二块 也翻了三十多倍 所以呢 在当时你可能说 你拿了一万元 我好有钱 到现在这一万块钱就 可能是某一次 见个朋友 参加朋友的婚礼 然后递一个红包 我说你一万块就没了 所以 这钱似乎就 没那么值钱了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要知道中国还算好的 我们知道过去四五十年 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往上发展 那么如果是往下发展 会是什么样子 德国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 因为战败国在经济 也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就创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914年 一美元可以换4.2马克 马克呢 就当时德国的货币 1923年 九年过去 一美元等于 420000 大概出来几个零 也就是4200亿马克 九年时间 1918年初 你寄一封信 你需要 0.15马克 表辞成吗 像我们一般 寄风信 手机费用什么东西的 就花不了多少钱 0.15马克正常 但到了1923年 几年时间 五年时间 就得花 一亿马克 有没有觉得 这个时候 这数字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一亿 两亿 三亿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 这个货币的价值 可能唯一的价值就是质 至于这张图片 这位人在干嘛 烧炉子 对 为什么要用纸烧炉子 为什么要用钱烧炉子 对 它可不是像中国很多 很多 那种无语的父老代一样 炫富说 我把钱拿来烧了 看我多有钱 它是很实在的 因为财的价格 比钱的价格 还要贵一些 烧纸币比烧财 更方便 更节省 所以大家 他说宁愿烧纸币 不愿烧财了 还有 左边这个图片 这个字的意思呢 是这一块面包 价值461 这个呢 这个是小孩 他们在玩积木 但他们不是用木头玩 他们是用纸币玩 好 所以 在当时 这就是货币的价值 要知道 还是在 仅仅过去了 短短的十年不到的时间 货币就翻了 就扁成这个样子 在这之前 可是和我们现在一样 就像我们现在 但可能家里会很有钱 会有几十万 会有几百万资产 但是一旦 出现这种情况 几百万 几百万都买什么 一个面包都要 价值是四百六十亿 有什么问题 我问你 你说就是 物质差距这么多的 状态当时候 德国人 每年 说 几乎就没有收入了 所以在当时的德国 是很多人 是面临的 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 面临的是 如何让自己 吃饱肚子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 是吃都吃不饱了 就是经济崩溃的 一个情况 好 所以货币 它似乎 不算财富 它的价值 就像和纸一样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房子呢 房子是财富吗 你们认为 是 不是 是不是 来同意 是财富的举手 好 不是财富举手 来说一下 为什么房子不是财富 你说 那什么东西不会烧呢 王就说我人死了 那不就人就没了吗 所以 那你什么东西 它都有可能会没的嘛 我们不能说意外 是不是 就是说房子 它算不算财富 就算被烧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当它没有被烧的时候 它是财富 如果可能会有出了一些意外 比如别人把你的房子烧了 别人把你的财富给抢了 那确实是就没有了 你呢 挺聪明的 首先 其实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 房子就是财富 因为在过去十几年 很多人通过买房子 赚了很多钱 赚了 发了好几倍 他们可能在当时的房子 原本一套房子 卖一百万 过了几年 那套房子 它重新卖出去 可以赚五六百万 所以很多中国人会认为 房子是财富 但是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个房子大家觉得还行吧 挺漂亮的 这是在美国 你们觉得这么一栋房子 大概多少钱 这多少钱 几百万 几百万人民币 告诉你们 它的价格呢 其实是 八百美元 这种房子 它被称为iPhone房 为什么 因为一个iPhone的价格 一般可能就八百美元 相当于说 你拿一个iPhone过去 说 这个房主啊 我拿我手机给你换一下吧 把房子给我把手机给你 房主就可能同意了哦 就是八百美元 就是一个iPhone的价格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这个房子 这房子还是没有债务的哦 有些房子它是因为 它欠了很多钱 这个房子是包有债务的 你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呢 你可能每年要还钱 所以 有些房子会很便宜 甚至买送给你都可以 但这种房子是没有的 只要你买了 它就属于你 怎么样 要不要赶紧去买一个 不去 为什么 因为老师 觉得老师说的像陷阱吗 好 如果你们去的话 对 就是 底特律 底特律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在过去 它是一个在美国 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明德人非常有钱 但是呢 明德人呢 他有钱的原因 是因为汽车工业 明德人住民呢 居住民 基本都是通过造汽车呀 来发达起来的 但是在当时 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美国的汽车业 非常的强 但很快 如果汽车业 就出现了一些变故 开始变得弱 反正赚不到什么钱了 整个城市呢 因为没有 这个通过这汽车的 经济之弱 就不再有钱了 所以整个城市 就刷落下去了 光是整个城市 刷落下去 其实也还好 但有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 美国的制度 跟中国不太一样 中国呢 好像警察到处都是 都是由政府来进行管理的 但在美国 它是根据某个地区的税收 来进行管理的 就说哪一片地区 他富人越多 给的钱越多 警察呢 他就越给力 巡逻的次数就会越多 他也同时呢 每次呼叫个110 也会越快地到位 有些好的地方警察 也可能叫一下110 很快 几分钟就到了 你这地方呢 你给钱 给的 给少了 打个电话 他可能过一个小时才到 这啥事都已经凉了 所以呢 美国的治安的程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一片地区的富有程度 你当地人给予的税收 但是底特律 作为一个很穷的城市 他没有钱的话 同样是不是 就没有钱给税收了 警察呢 治安呢 也就非常惨 差到什么地步呢 这是一个曼当劳 再仔细看 不过不说明 这曼当劳会觉得 这像是在银行里面 厚厚的防弹玻璃 这一袋子是汉堡 可不是一袋子钱 然后都是专门的银行人员 像小心谨慎地递给你一样 所以说 这些在当时的底特律 就已经非常混乱了 你在街上走着 特别到了晚上 可有可能直接被人打劫 然后也没有警察在那管 我之前还看到过一个照片 就是一个卖枪店的 一个店 然后那个店呢 首先各个房屋措施 就非常到位 店老板直接拿着一把枪 大门口一坐 驾驾着看谁敢来 谁来我就避养他 就是底特律 你们敢不敢在那里生活 不敢 但是如果你在那里留了一所房子 你说我可不可以 把这栋房子买了 反正就几百美元 就等于一个iPhone 房子也不贵 我把房子买了 我不在那里住 万一以后 这个底特律 它自然又变好了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房子 重新卖出去 或者重新住进去 不就OK了 房子也不贵吗 其实不一定是个好选择 因为在美国 哪怕房子摆在那个地方 你不动它 它完全属于你 你也要给国家交税 或者说给国家交钱 具体交的比例 会根据房子价格来定 像刚才那栋房子 就是八百美元 那么每年呢 那栋房子 你要给政府交的钱 就高达五百美元 所以说 只要你每年给政府的钱 过两年 等个两年 你就可以再买一栋房子了 好 所以这个房子 你觉得这比钱还糟糕 你如果钱吧 它贬值了吗 好歹可以当财烧 这房子 如果你真的买下来 你有的话 你扔也扔不掉 拿也拿不起来 你可不能说是 我就不交钱 我就跑了 你又不能把我房子给收了 反正我就不给钱 不行的 是的 你走了房子会被你没收 但同时呢 你会有个信用记录 在政府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软 会有登记 会登记在侧 所以你从此 你又是失信人员 你以后找工作啊 做事啊 都不好找 别人都会知道 你是一个没有交过税的人 所以这税你还必须交 房子你还卖不掉 好 所以这房子 我们可以说 它现在比金钱 比财富 比货币更惨了 它会让你越来越 亏的钱越来越多 那么 金银珠宝是财富吗 这不是了 你们知道德国 德国一战后的 就是各想我们 当时德国货币贬值的 那个时候 谁 哪个群体是最富有的吗 你说 用食物的人 对 谁用食物的最多 农民 对很聪明 当时德国最有钱的 最富有的 就是农民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吃的 因为他们有吃的 当时对他们来说 有吃的就有所有 当时很多城市居民 没有吃的 他们就将这 劳力士手表啊 金银珠宝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一筐一筐的收集起来 往农村里运 然后去换回 一筐一筐的食物 或许是 一筐一筐的土豆 这就是当时德国的情况 这金银珠宝的价格 价值 可能就等于 土豆而已 到底值钱吗 还有 其实像现在 我们如果 大家去银行的话 可能会被很多人 推荐说 你去买一些黄金 黄金呢 它其实 本身 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它本身 它就是 它没有任何的作用 不发起到任何作用 它的唯一的一个价值 就是它的稀有性 因为它很少 那么对于这种 没有无法产生 实际作用的一个东西 它是否值钱 是不是就完全取决于 我们的一个观念 我们的一个想法 我们认为这黄金值钱 它就值钱 我们认为它不值钱 它就不值钱 我要更好地理解这个观念 我们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世界 就是玉金钱泡沫 你们听说过 稍微解释一下 首先这件事情发生在荷兰 荷兰是个比较神奇的国家 它成立了世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也第一个成立了证据交易所 也成了第一个银行的一个国家 当时算是非常强 非常强大 当然它也引发了一个 经济水上很著名的一个经济危机 就叫玉金像泡沫 为了更方便起来 方便大家理解 我就以我们班来举个例子 在当时呢 出现了一种很神奇的花 玉金像 玉金像它有很多种品种 当时研发出了一种很特殊的品种 假如是像我 假如我研发出很特殊的玉金像的花 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玉金像这种新型的玉金像 因为它很稀有 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例如假如我们的前校长 他就非常喜欢这个玉金像 这个时候呢 他就很愿意 比如说他可能愿意花20块钱 来买这个玉金像 然后你们就看 秦老师可以买这个玉金像 然后我做这个玉金像 可能我一开始只卖1块钱 你就赶紧过来 从我这里买玉金像 然后买走以后呢 卖给秦老师 然后但是你们很多人来买 我的预计箱一开始产量又不高 虽然我就卖得越来越贵 然后你们呢 也就愿意花高的价格来买 互相抢 所以呢我的价格呢 预计箱的价格可能一开始是1块钱 变成2块钱 3块钱 4块钱 每天只涨1块钱 这时候呢 你们或许谁 比如说你 第一位一个聪明人 他出现了 假设秦老师他离我们很远啊 你说你从我们这里呢 过三天涨了可能涨了3块钱 你要卖给你的同学 卖给他 那不就行了吗 干嘛要卖给秦老师 反正大家都要嘛 所以呢你就买了一堆玉金箱 然后呢你就买了以后呢 过了几天 玉金箱的价格可能本来从 涨到了5-6块了 涨到了10块 也卖给你的同学 你的同学也很开心啊 他也买到了玉金箱 这时候呢 当然呢 聪明人呢 往往又不止一个 当有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呢 其他人也会发现 这似乎是个很赚钱的一个生意 所以大家其他人都开始模仿 都不卖给秦老师了 大家都不想着秦老师了 都想着 把花我自己买了 然后卖给我同学 就OK了 简单方便快捷 赚的钱还多 这时候呢 又有些新的人加入了 可能像其他班人加入 他们呢 就已经彻底忘记了秦老师 对他们来说 他们买玉金箱的唯一目的 就是卖给你们 他们就指望 今天 反正玉金箱的价格 每天都会涨一块钱 他们就指望 我今天10块钱买的玉金箱 过5天15块 我再卖出去 然后他会看见 玉金箱还在涨 那我16块钱 再把玉金箱买回来 然后我20块 我再卖出去 然后大家全部都开始买玉金箱 全部在互相之间开始卖 当大家忘记秦老师了以后呢 同时也忘记了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秦老师是愿意付10块钱 买玉金箱的 那是因为他觉得玉金箱很好 它很稀有 但你们呢 你们卖玉金箱 卖这么高的价格 买 包括买玉金箱的目的 也仅仅是为了赚更多钱 万一这个价格 比如说玉金箱可能涨到了 涨到30块了 突然有人不愿意买了 该怎么办 就是同样的 又有一位聪明人出现了 他发现 万一你们大家都不想买玉金箱了 那么我现在花25块买的玉金箱 我就卖不出去了 所以趁现在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趁大家都想买玉金箱的时候呢 我赶紧把玉金箱给卖出去 所以呢 他就成功地赚了一大笔钱 就跑出去了 很快 但是由于他刚一卖玉金箱 玉金箱价格可能当时涨到30块了 他一卖呢 价格就会跌到28块 好 很快其他的一些聪明人就会发现 玉金箱的价格已经开始跌了 其他人会不会也不愿意买玉金箱了 不行 我要赶紧卖 好 这样子卖的人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玉金箱的价格呢 也会越来越低越来越跌 跌得越来越低 从30块一路跌到一开始的几块钱 这方式在多长时间之内呢 怎么猜 从顶端大概30块跌到原点 一两块 花多长时间 差不多 大概一周左右吧 掉原点了 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真的有了这个花 你可能花25块买的 你是卖不出去的 没有人愿意卖花 大家都想买花 但没有人愿意买花 大家都想卖花 大家都想用更便宜的方式 赶紧把货给出了 把它换成钱 那么现实中呢 玉金箱放上了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在短短几个月之内 玉金箱的价格就翻了30倍左右 就花了价格 那很快又在短短的几天 一两周的时间之内 玉金箱的价格又低回原点 在整个过程中 你们猜谁赚了钱 谁赚了最多的钱 第一个聪明人 第一个买的 以及一开始跑的 他赚了大钱 其他紧跟着他的人 可能是不亏不赚 其他绝大多数人 都亏了大量的钱 那么在这么一次 非常滑稽的事件中 玉金箱到底是不是财富 到底值不值钱 他说又可以值钱 他又可以值钱 又可以不值钱 当大家都不要他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只值一两块 当大家都要他的时候呢 他又能卖出三十元的价格 他的价格最高是翻了二三十倍 所以似乎取决于 他是否财富的 并不是他是什么东西 而是其他的 好 我们讲完前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古玩字画是财富吗 也不是 其实黄金有点类似啊 古玩字画呢 这些东西似乎也没有什么 实际上的意义 这些石头嘛 古玩嘛 这些各种各样的石头 还有一些画作字迹 如果说这些是财富的话 那么创作他的人 是不是最有钱的 比如说这位人是梵高 大家都听说过 他一生呢 对他创作了九百多幅画 但是他只卖出了一幅 但是医生其实非常的穷困潦倒 他还出了一些精神问题 将自己的耳朵给扣下来 最后自杀身亡 但是呢 他当时确实是很穷 没有钱的 但是到了现在 他的一幅画 能够卖好几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 什么才是财富 我们再转化一下思路 刚才所讲的这些所有东西 它似乎它同时也可以是财富 像我们货币讲过 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货币 我们吃我们喝 我们住我们学习 全部需要货币 还有像房子 我们学堂要真好 同样需要房子啊 没有房子的话 大家在露天学习吗 老师们住哪 老师们也是住个帐篷吗 然后每天下下雨就可能漏水了 老师在这种环境下 怎么办好教学呢 也不行的 所以房子也是财富 像我们学堂有了房子以后呢 可以更好地进行教学 还有像金银珠宝 同样是的 你买金银珠宝 你可能是亏了 你赚不到钱 但是那些卖金银珠宝的 是不是就很赚钱 再比如说画作 我们确实不太理解 为什么画能卖那么多的钱 但事实上就是 就是有人愿意买它 比如这幅画 这是一幅画 我没有放错图片 大家相信我 它这是不是有点像一个黑板 像我画了几个圈 这其实是一幅画 你们猜这幅画多少钱 多少钱 没那么贵 但是它七千万美元它卖了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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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美国拍卖的 你们这时候会不会想一件事情 它可能是不是它画的圈的时候 它有一些独特的韵味 独特的美学 是你们不知道 是我们不知道的 可能这种 这个角度 可能是 某种神奇的角度 所以它才很有意思 它才能够外出这个高价 是不是 不是 确实不是 这作家是怎么画的呢 他请了一个朋友 我猜是个很强壮的朋友 然后他坐在他朋友的肩上 然后他说 朋友 小伙伙伴 你就随意晃就行了 然后他的伙伴就这样 随意的晃动 他又跟着他伙伴随意的晃动 在这随意的画 就画了很多很多圈 然后就卖了七千万美元 好吧 我们 我们就是反正没法 没太办法理解这个 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就是 这样的一幅画 确实会有人愿意买它 愿意为它付出七千万美元 所以早上这带是不是有点晕朗 到底什么是财富 似乎什么都可以是财富 也似乎什么都可以都是财富 那么我们要赚财富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赚钱到底是要赚的个什么东西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个共同点 就是当前面的那些财富 当他这些同样的一个东西 当他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属性 当他们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财富 他们做不到什么的时候 他们就不是财富 但有没有发现什么 沟通点 你说 就是只要是人们觉得它是 非常有价值的 挺好的 你觉得人们会怎么判断它有没有价值 似乎不太好说 你说 虚不需要 比如说 如果那个没有食物 那食物就一定很赚钱 然后就大家任何需要食物 然后如果是大家都想买房 那生活房 对 好 相当于大家目前所说的 其实主要决限在 就是看我们人 需不需要 看我们人想不想要 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但其实我们人想不想要呢 取决于很大的另外一个点 就是 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创造价值 当它能创造价值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它 同时它就是财富 当它不能创造价值的时候 它对我们人来说是没有用的时候 它就不是财富 比如说一支笔 比如说一支笔 这个笔你们说 假设我把它给 我觉得它很好看 很精致 把它放在我的陈列柜上面 我的房间的柜子上面 白那里 我就整天可以看它 你觉得它这个笔是我的财富吗 不是 对 因为它没有创造价值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 它成了我的财富 我写它 对 而且我还必须是写 有价值的东西 有益的东西 我写一堆垃圾 那是没有用的 我还在桌上面写啊 写啊写 我可能还要赔钱 是不是 所以可以看你写什么东西 但另外一种呢 还有种情况 就是把它给卖出去 像很多商家一样 我把笔卖了 那它也能创造财富 也能创造价值 所以说 我从这能可以知道 什么是财富呢 财富它其实并不取决于财富 它本身 它是个什么东西 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 我们会如何使用它 同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越会使用 它创造的价值越多 那我们可以称它为 它越具有财富 如果一个东西 我们没法使用它 它无法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价值 那么它就不是财富 再比如之前我们讲的那个钱 为什么在德国的时候 它不是财富 为什么 你说 因为那个时候钱就不能创造价值 钱不能让大家吃饱 对 但是钱 因为大家当时都已经不认同钱了 大家都不愿意用钱换东西 同时那个钱 它也无法创造任何价值 它无法换来任何东西 这种时候它已经不是财富了 而我们现在用的人民币 它相比以前当然贬值了很多 但它依然可以换很多东西 大家都认可它 所以它就目前来说 算是财富的一种 再比如说房子 底特律的房子呢 在当时它已经无法存到价值了 住是没有人敢住的 卖了也卖不出去 然后只能在那放着 所以它不是财富 但我们学长的房子 为什么会是财富呢 因为它能够远远不断地 为我们学长创造新的价值 能够不断地 想给你们进行教学 所以它能够创造价值的时候 它就是财富 我们知道什么是财富了 那么同样就应该知道 什么是负债 大家认为什么是负债 反过来就行了 你说 不光是不能创造价值 而且会创造负价值 什么叫负价值 假设我送给你们一辆豪车 然后要求呢就是 你不能把它给卖了 也不能把它给租了 你又只能自己开它 假设你们都可以开车了 你长大了 你愿不愿意要 也很好 不愿意为什么 这什么 你说 一个是他那个 你要开车 你各种配件 然后用坏的 你要去修 然后各种 没关系 你就说白得的吗 我坏就坏了 坏了就不用了 我当然换那个 毕竟是要豪车 你一般 我都会想到去 就 哪怕是白得 我们也想让它去 创造价值 然后 反正又卖不出去 然后就 价值 好 你说 我们来看一下 一辆豪车 像这辆是 老斯莱斯 它的开销 车损险 四万多 盗墙险 一万 玻璃险 一万多 还有各种各样的 其他保险 不止这些 这是保险 还有油费 还有护理费 停车费 洗车费 洗车费 洗一次 我觉得最便宜的 这种好车 要上千块 最便宜的 洗的好的 可能要好几千 所以这些各种开支 一般来说 当有人计算过 全部加在一起 一年下来 二十三万 已经可以买一辆 还挺不错的 小汽车了 每年的 这每年的开支 好 其实 车子是这样 再看一下房子 有没有感觉 这房子 感觉好漂亮 好豪华 有游泳池 绷尽也好 正在山上 这是赞姆斯的 一个豪宅 赞姆斯是一位球星 那么这个豪宅呢 价值三点七亿 给你们住 要不要进去住 不要 都聪明了 这豪宅呢 每年支付的保险金 高达五十万美元 除此之外 还要缴纳 六十七万的房产税 护理费 要五十二万美元一年 大家要知道 它这个房子 它这么漂亮 是必须要有人维护的 它可能一个人 一个房间建立在山上 这个店是哪来的 可能装备前两个电线 还有电费 用户池这么干净 这么漂亮 需要不断地换水 需要不断地清洁 需要不断地加东西 所以它都是需要有维护的 它每次的 每年的维护费 要五十二万 全部加一起 相当于赞姆斯 不管住不住 每年都要交 一百六十八万美元 所以这个车子和房子 这种时候 对于你们来说 是不是就是负债了 拥有了他们 你非但不能用它 创造更多的价值 反而你会不断地亏钱 会不断地损失 所以这种不断地损失 不断地让你失去价值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负债 而你要想取得财富 你就不需要不断地想办法 或许更多真正有价值 能够不断创造更多 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远离负债 那我们现在再开始思考一下 我们清楚了到底什么 是财富以后 那么你们认为 你们现在目前 最具有财富的是什么 最值钱的是什么 最有钱的是什么 比如说 那我猜一猜 你们每年回家 过年的时候 亲戚父母给你们的红包 没有 那不是吗 那是什么 我的心脏 你的心脏 太虚了 太空了 我们要更有用一点的东西 你心脏是挺重要 但是我们不能说 对我知道我现在很重要 然后呢 然后说 所以我好像也不能干什么 你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师 也跟我们讲了这份课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 吸收的话 我们现在很难用 这些课的价值 对很聪明 你们现在目前最有价值的 其实是 你们现在学到的东西 你们学到的思维 思维 你们学到的知识 你们学到的价值观 等等等等 因为你们学好了以后 你们未来可以利用这个 创造很多很多的财富 甚至可以说无限的财富 无限的可能 当然呢 为了没有学好 那他们对你们来说 就不是财富 因为你们没有学到的时候 你们也无法 在未来创造更多的价值 但是除了你们现在 学到的东西以外 另外一个其实也很重要 就是你们的人脉关系 比如说你们现在 大家伙伴关系都很好 大家也都愿意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等你们长大以后 毕业以后 你们都成了你能力很强的人 这时候假设你需要什么帮助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说 喂 打个电话 我是你同学 能不能来帮一下我 那人说 我做你这个人很好 很靠谱 好 我愿意帮助你 他就来帮你了 这是不是就 你就可以合作供应 这就是你的财富 你就可以 创造很大的价值 那记得 之前一开始所讲的 就是财富 它不是某个东西 它是看你怎么用它 它如果你用的不好 像房子 它可能 可能会变成你的负债 人脉也一样 如果你用不好 它可能会变成你们负债的哟 比如说 想一想 什么样的情况 你们的伙伴关系就变成了你们的负债 好 就比如说 你跟今天伙伴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你能浪费了他们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 能不能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 你是不是 你会来帮你 对 当然可能不是你浪费资源 而是你的一些表现 假设你们从现在开始 经常捣乱 然后你们班里组织一些事情 然后他总是做不好 也不愿意去做 然后让他往东走 东走 非要一个人往西走 好像总是搞破坏 让他以后 你们这时候这个同学 打电话 给你们说 哎呀我需要什么帮助 你们还愿意帮助他吗 不愿意了 对 可能如果你心比较散 你说如果是个普通人 真的需要帮助 你还愿意帮助他 但偏偏他是你同学 你很了解他 你知道他小时候就是一个 很不负责任 很不会做事 因为经常总是会搞破坏的一个人 可能就说 既然这样 那还是算了吧 我还不忘你了 所以说 这财富还是负债 都看你们现在是怎么用的 你们到底是如何使用它的 你用的好了 我们学长现在的资源 等等 都是你们的财富 你用的不好的话 他们就是你的负债 好 我们比较清楚 到底什么是财富以后呢 我们来进入一个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怎样获得更多的财富 这里呢 为了方便我们接下来的理解 我会 我有些时候会以金钱 就是货币来代指财富 因为对于我们新产的来说 我们货币金钱 基本上其实可以换成任何东西 像 像房子啊 汽车啊 我们现在学习啊 知识啊 只要你够聪明会用 货币 它金钱 它几乎可以 全部都可以换取 所以呢 这里有些时候也会 方便理解 会将货币和财富 是等同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开始讲 我们该怎么花钱 哎 你们觉得奇怪 不想怎么赚钱吗 怎么突然讲到如何花钱 你觉得为什么 你说 如果你不会花钱的话 然后就比如说你赚了一个亿的那种钱 然后但是你把这些都用来买 一些失识品的那些房子了 然后你没法放入价值 所以这一个亿可能就不浪费了 对很聪明 这是一点 就是说我们如果光学会赚钱 不学会花钱 那钱赚多少花多少 那不就没了吗 那这是其中一点 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吗 你说 如果不会合理地去支配这些财富的话 那这些财富的话就能做到 就没有价值 对 这说的其实挺道点的 我们可能听说过一个道理 就叫做有舍才有得 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必须先有付出 才会有收获 其实财富也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财富比喻成水 我们想让一个一壶的水 让它非常的清澈 我们需要怎么做 怎样让水非常的清澈 过滤也对 但我们可以用这种更加热烈的方式来回答 就是要它流动起来 要有新的干净的水进去 让它旧的水脏的水出来 当它流动的时候 它就是清澈的 对不对 但你们说的也对 过滤也是一种流动 只不过是人工过滤 所以我们假设 你的水它没有流动 它也没有过滤 它就是如一壶水 那么哪怕它再大 它也是死水 它也会变脏 是不是 其实做企业 做商业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做企业的话 说都是要先花钱 先要买什么东西 买进来以后呢 我可能进行一些加工 我再重新卖出去 从这种方式 我才能赚钱 对不对 当然呢 有一种商业模式是不需要这样子的 是哪一种 是只有收获没有付出的 不需要付钱 就能赚钱的 诈骗 好 诈骗 诈骗其实不太严格 诈骗起码也需要你付出的 还有呢 你说 有些网上的一些直播 比如说直播睡觉 然后就做 这个也算 那个 其实不一定的 千万不要以为直播很简单 就是很多网络直播 你看起来很简单 请你查一下 因为直播的人 他们很多是出生于 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 很多都这样子 其实他看起来会很滑稽而已 他们其实学了很多 本事也很大 他们才能在这个行业中 做得很好 做得很接触 否则凭什么 你直播睡觉就没人看你啊 你觉得呢 可能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好的 其实有一个职业 就是没有付出的 就是乞丐 是不是 他就起草就行了 有人给我钱 但刚好乞丐 也是好像似乎是 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中 最不赚钱的 最穷的一个 对不对 为什么很多老板 会不断地借钱 像银行借钱 像各种人借钱 因为他知道 他借了钱以后呢 他付的钱越多 他日后才能赚的越多 当然这里 并不是鼓励大家借钱啊 只是说这么一个模式 就是说我们 当我们想赚更多钱的时候 我们想要有更多钱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学会 如何花钱 我们要将钱 花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么不同的人 他们是怎么花钱的呢 首先我们先看最笨的人 他们是怎么花钱的 他们对之前 所讲的那些一样 他们可能会买一些 设置品啊 买一些消费品啊 会坐游世界啊 买各种各样的美食啊 对他们来说 钱就是浪费的 但我们之前也讲过 像我们要 你必须要买些 能够充到价值的东西 你才能够变得更有钱 买这些东西的话 就相当于真的是把钱 全部都糟蹋掉了 都浪费掉了 你钱只会越来越少 更悲惨的是 钱往往是有限的 而人的欲望是无限大的 很多时候很多人 特别是些年轻人 当他们很想买东西 这也没钱了怎么办 他们就会选择 选择 对 借钱 而且是 不考虑自设其换的借钱 甚至会借高利贷 大家可以看看 这些各种各样的数据 大学学生留遗书 然后上探自杀 带25万的诱导充值 还有21岁女孩 英网贷自杀呀什么的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太想要 某些东西了 他们贪欲太大了 而这钱 他们又不够用 所以呢 他们就找一些 个体户 一些其他的一些私人 私人企业 或者私人直接贷款 那这些私人贷款 往往利息会非常高 利息不高 否则别人凭什么 贷给你呢 你这个 你可能你借了100块 过来一个月 你就要还200块 你还不起怎么办 继续翻 可能下个月就变成400块 500块 要不断往下翻 很多人呢 借着钱 就越来越多 然后利息越来越大 一些可能运气比较好的 他跟忍受不住这种压力 他跟他父母说了一下 那他的父母可能就说 卖房卖车 然后就帮他把这个债还了 但也有些人是 家里实在还不起 又被人不断地吹载 不断地骚扰 甚至把他的手指 都可以直接砍掉的 而且受不了这个压力 就干脆自己自杀了 你们不要以为 这些离你们很远哦 你们说啊 那我是不是 只要不贷款就行了 不是的 因为 只要你们有这个欲望 你们很想 花你们贪欲很大 你们喜欢摄制品 你们就很容易 步入各种各样的商业陷阱 因为很多人会专门研究你们 去研究你们身体怎么想的 从而给你们设 各种各样的陷阱 好 这第一种人 这笨的人 他们怎么花钱的 他们花钱 非但不能让自己赚钱 反而可能把自己命都丢了 那普通人呢 中的人呢 他们的选择呢 就是可能像是银行存款 他们会很努力地挣钱 但是挣来的钱呢 他们不会拿去正确地花掉 而是全部存起来 这就像我们先前所讲过的一样 他的钱呢 就全部都变成了一滩死水 在那不动 如果光钱不动 不消费的话也还好 但问题就是 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我们这个世界 可是有通货膨胀 这种东西的 我们现在 你在过去 你可能说 你存了十万块 在几十年钱 存了几十万 你说我很有钱 几十万可以在非常好的地方 中国最好的城市 买一栋 买一栋非常好的房子 买一栋别墅 但是现在 你可能买一个 很普通的房子的 一间厕所 就是你不花钱的下场 或说你买钱存着的下场 买钱存在那里不动的话 它价值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的 它会不断地贬值的 直到最后 某一天 可能就在德国那个样子 真的一文不值了 好的 嗯 等一下 那么最聪明的人呢 他们买什么 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目前很有价值的东西 最什么是财富 就是能够不断创造价值的东西 但是 我们能不能直接买到 能够 能够很便宜地买到 能够不断创造价值的东西 你们认为 能不能 不能够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买就行了呢 这样我们都已经讲了 什么是财富 就是能不断创造价值的 那我们找到这些东西 我们直接去拿不就行了 记得 也是要讲预计下案例的时候的那个观点 就是这世界上的聪明人有很多 不要把所有人都当傻子 如果一个东西上的不断创造价值 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财富 那别人还会轻易卖给你们吗 会不会 他就不会了 比如说呢 假设我们学堂 他能够不断地创造 假设我们学堂现在 每年能赚十万元 然后我们 假设我们的校长又是个 很喜欢钱的人 这时候有个人呢 就过来我们学堂 来问这校长 能不能 因为我们学堂是个财富 他能不断地创造价值 他就来问我们的校长 你能不能把这学校卖给我们 校长就可能就计算了一下 我这个学校 平均每年能赚十万元 他至少会运行二十年 他可能会创 创造价值 可以创造两百万 那是不是 你必须要付两百万 他才愿意把房子卖给你 他才愿意把学校卖给你 所以说 那么对于买家来说 你花两百万买这个学校 还划算吗 可能就不一定了 因为他相当于买了以后呢 他要等二十年才能回本 所以说 如果你要买现场的财富 你可能是买不到的 算买 也会非常的昂贵 那么你要花钱买什么 我们现场东西买不到了 我们就要考虑其他东西 我们要考虑未来可能的财富 我们现在买不到 当然可以 但我们可以买未来 或者说 我们可以购买机会 什么叫机会呢 比如说学习机会 你们现在所做的 其实就是你们父母 在为你们买机会 父母花钱 让你们在这 你们可以在这生活 你们从小到大的教育经历 都是一种投资 都是一种花钱买的东西 买了这些以后 现在肯定不能走化成财富 你说你期待 能不能变出一百块来 变不出来的 但是之后 你学到本领以后 未来就有可能 为你们创造大量的财富 还比如呢 像我们之前所讲过的人脉关系 你们的朋友啊 现在当然是不能走化成钱的 但是未来 你们经营好了 都可以为你们创造更大的价值 还有很多聪明人 他们会做什么呢 他们会阅读书籍 阅读书籍其实也是一种 很好的一种投资方式 也是一种消费方式 对于普通人 特别对于很多穷人来讲 他可能会觉得 书有什么有用的 能得来吃吗 不能 所以我就 那不买 那我就不要了 但对于聪明人来说 他当然知道 书现在不能换来吃的 现在可能也不能换来财富 但是它是一种机会 我学到了书里的本事 我能够向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学习 我未来就有机会 成为最有钱的人 有机会赚更大的财富 所以说 我们要花钱买什么 就是要买各种各样的机会 我们要去寻找各种各样的 未来潜在的 有可能帮助我们 去赚更多大钱的机会 你现在买的越多 你未来就会越有钱 就越来就有机会 就有越多的财富 你现在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准备 未来你就什么都没有 就像你们未来 想达到你们的理想 你们想打败美国 你们想做这些事情 那你们现在就需要 开始进行投资 现在就需要开始进行准备 现在就需要花费 你们的时间 你的精力 你们去学习 你现在学好了 未来才有可能 打败美国 好 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要怎么 获取更多财富呢 什么要学会 花钱 我们要买机会 买让自己成长 买让自己未来 赚更多财富的机会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要知道 你对金钱的态度 也决定了 你身上具有的财富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点可以从能量的角度上来出发 就是我们万物 我们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全部拆分到最小 我们可以发现 全部都是由能量来构成的 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思想 脑海里的想法 其实都是一种能量 而能量呢 有一种特性 就是它是互相吸引的 金钱它也是一种能量 但能量的放生法的信号 是与金钱相相匹配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不知不觉 金钱就会往你身边靠拢 那能量是与金钱排斥的时候 同样是不知不觉的 金钱就会慢慢地流逝 那么什么样的能量 才是跟金钱相匹配的 就或者说什么样的态度 你说 对 很聪明 它是一种珍惜爱惜 或者可以说喜欢金钱那种态度 它真心喜欢金钱的 这样它的能量 就与金钱是相近的 我们可以把金钱这种能量 理解成一个人 那你很喜欢它的时候 你很愿意照顾它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觉得这个能量 是你不喜欢它 你招杀它 你浪费它 你根本就不在意它 你根本就不喜欢它 那这个能量就是排斥的 金钱就会离你而去 因为我之前刚讲过 中国人似乎基本上都很喜欢钱 那你们觉得中国人 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你说 老师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不是那种真心的喜欢钱 因为他们就是那么容易去赚钱 然后也是为了分账钱去买房子啊那些 对 他们是为了买消费品 但不是为了钱 不是真正喜欢钱 挺好的 当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道理 我们来拿玩具举例子 小时候大家应该都有最喜欢的玩具吧 可能说有个娃娃 玩具枪 有四驱赛车 反正各种东西 可能你们都有最喜欢的玩具 好 那下个问题 你们会将你们最喜欢的玩具 交给一个你根本就不熟悉的一个人吗 不会 你是不是只有你非常喜欢这个人 你觉得他值得信任 他会好好爱惜我的玩具 我才会把我的玩具给他 对不对 如果这个人他把玩具弄坏了 你说这个人根本就不珍惜玩具 更不爱护我的玩具 那就不愿意把玩具给他了 所以说金钱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真正地喜欢一个金钱 珍惜金钱的话 对待自己的金钱都应该 像你们当小时候对待自己的玩具一样 你们不会随便地把金钱花费在其他地方 你只会把它花在你觉得最值得 最能体现 最能体现它价值 对它也是最好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 我们来谈谈中国股民 对中国股票市场 大家有个基本的了解吗 没有 我们这样理 它是一个商业市场 但是在这其中呢 很多人都可以加入其中 只要你有几百块钱 你就可以进去了 但是这里面呢 有很大的问题就是 虽然绝对可以参与 但是能赚钱的人非常少 只有最聪明 最顶尖的那一部分人 可能不到10% 他才能赚钱 剩下接近90%的人 都是亏的 但中国人呢 很喜欢这个 很喜欢股市 他们喜欢从里面 不劳而获 那么他们 这些很多中国亏钱的股民们 他们进去以后是 珍惜钱的体验吗 其实不是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 他们在进入股市的时候 是对股市完全不了解的 他们不知道股市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股市中 存在哪些陷阱 哪些风险 甚至不知道股市是怎么运行的 什么是公司 什么是股份 都不了解 他们可能就是听说 这里面很赚钱 然后赶紧把钱投进去 往里面一放就OK了 而且你们对自己的玩具 肯定不会这样吧 你们最爱的玩具 你们不会对一个人 完全不了解的时候 听别人说 那个人还行 还不错 就把玩具交给他 肯定不会的 你们必须要对一个人 对一个事情 要有充分的了解 你们才愿意 把自己的玩具给他 或者对于钱也是一样 就当 你就确实对待金钱的一态度 如果你就能喜欢金钱的话 你一定要 对花钱的地方 有充分的了解 你才愿意 把钱花出去 所以 所以说 中国虽然现在看似 大家都很喜欢钱 说是很追求钱 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能量 其实散发的态度 并不是真正 与金钱相匹配的态度 他们其实并不珍惜钱 而是经常的 把它给糟蹋掉 刚才我们主要是 从能量的角度上 来理解财富 我们其实可以从更现实的角度 来理解财富 或者说 当我们对财富 为什么 就是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当你用不同的态度 来对待财富的时候 你会发现 财富确实会 离你越来越远 首先第一种 我们比较常劲的 对财富的态度 就是不珍惜金钱 浪费金钱 这里呢 也像是之前 比较讲的比较多的 这种人呢 往往都会 他们会随意花钱 随意消费 但偏偏花钱 是你要赚钱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你要学会具有财富 你就必须要学会 如何花费 如何消费 这种人呢 他们就是 爱什么 爱买什么 买什么 我喜欢奢侈品 我喜欢找感觉 还有疯狂的 买各种各样的奢侈品 去买这些 完全无法体现 金钱价值的一些东西 自然你不会花费 你不会消费 你当然也得不到 金钱的青睐 你的钱也会越来越少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对金钱 有极大的欲望和渴求 这种很想要金钱的人 他们真的 喜欢金钱吗 对的 他们渴望的是什么 你说 因为金钱 其实有时候 就在比较 就像老师讲的 就是在温 可以让你感觉 自我感觉 都没有 感觉 对 所以他们 真正渴望的 其实并不是金钱 他们渴望的是 满足自己的欲望 满足我 他想通过 金钱来找感觉 那么这种人 一样 他们得到钱以后 他会怎么做 珍惜寄钱的人 他可能会说 我有了钱 我一定要好好地对待他 但既然是 有极大的欲望 和极大的 需要 满足感的人来说 当他得到钱以后 他第一个的想法就是 我要怎么把钱花出去 因为就当他把钱花出去了 甚至浪费掉 甚至糟蹋掉了 他的满足感 才能得到更好的 才能得到更好的释放 比如说 他那个东西 一个包包 价值 可能一个家包 价值300元 另外一个包包 名牌 价值300万元 他们从功能上 是一样的 他们的从实际效果来上 也是一样的 不就装东西吗 那这种人呢 偏偏会去买3万块钱的包 就是不肯买300块钱的包 因为对于他来说 买3万块钱的包 证明我有钱 证明我 我有钱去买这些 溢价极其严重 买这些 我有钱去 我有资格去浪费 去糟蹋 这证明我很强 所以他要找这种感觉 他要找这种感觉 就会不断地糟蹋钱 偏偏糟蹋的越多 他就越穷 越穷 他越想找感觉 然后就不断地糟蹋 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种人呢 会越来越穷 好 第三种 我们称为守财奴模式 花钱极其吝啬 你们有这种人吗 就是不愿意花钱的 一点小钱都不愿意花的 然后什么事情呢 都可能愿意让 就一起给各同学 出去吃个饭 然后都想 哎呀 可能在买单的时候 你就跑厕所里去了 不见了 我让同学帮你 把单给买了 如果你们有这种人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可能就这种人 守财奴 花钱极其吝啬 你们觉得这种人 他是真正爱财的人吗 他真正喜欢 尊重钱的人吗 是不是 不是 对 肯定不是 我这都写了 败家姿态 重点是为什么他不是呢 他明明很珍惜钱 你看他钱都不想花出去 你说 因为财富的话 就金钱财富 货币 他必须要充足 价值才会被称为财富 如果钱不能称为财富 他的价值也不可能被称为财富 对 他不能被称为财富 但是 这跟尊重和喜欢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如果尊重和喜欢一样东西的话 应该让他发挥最大的价值 包括是养他 对 非常好 我们来讲一个自己的例子 你们觉得你们父母爱你们的方式 是不是将你们锁在屋子里面 关起来 不让你们去外面 不是 因为 当你们父母肯定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父母允许你们去外面闯荡 希望外面去展现自己的价值 有些父母真的是这样子的 他们想把自己的孩子给锁起来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去做事 他觉得只要我把孩子养起来 我就开心了 这是爱孩子的表现吗 当然不是 这是满足自己私欲的体现 这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控制欲 什么 他是爱一个人 那就是 你如果真正的喜欢一个人 爱一个人 你应该希望他能够开心 他做他喜欢的事情才可以 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讲 对于一个人来讲 他最喜欢什么 他最爱什么 自由 也对 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一样也可以 就是他希望他的价值得到体现 他希望我这个人是有意义的 我是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帮助的 比如说你们 假设你们未来 你们成功地打扮了美国 你们变得非常杰出 你们成功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比如说你们创建了一个语言学习法 你们让整个世界的所有人 学习语言的速度进步了 从进步了五六倍的世界 你们说是不是很开心 你们改变了这个世界 你们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很大的价值 你们的价值也通过这种事情得到了体现 但是假设你把你们关起来 你们就什么都不动 就只能在屋子里面待着 那你们可能就觉得这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价值没有办法得到体现 你这个人生就相当于互云云云地过去了 财富也是一样的 财富呢 他也希望它的价值要得到体现 如果你真正的去喜欢财富的话 你就会把财富 把钱 把金钱花在最能体现它价值的地方 或者说最有意义的地方 比如说你用这钱去帮助了 帮助数百个人拯救了生命 是不是很有意义 你用这钱去传播了这种文化 让全世界的人都变得更加聪明了 这也很有意义 那么你用这个钱锁起来 把放在保险柜里 它的意义它有什么意义吗 它就没有意义了 它价值也无法得到体现 它就相当于 它真的只是一堆一堆的废纸而已 所以一个真正的 一个吝啬的人 一个喜欢把钱锁起来的人 他绝对不是真正喜欢财富 尊重财富的人 但是这种人肯定也赚不了钱了 我们之前也讲过 你用这种方式对待财富 就相当于一餐死水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只会慢慢地越来越发臭 它绝对不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之前都谈到过很多了 我们将它总结一下 我们对待财富的方式 应该是内心富足 同时尊重财富 尊重人他们虽然会去赚钱 也会很喜欢赚钱 但他绝对不会认为 它是匮乏的 如果赚到了很多钱 他会很开心 他也会想办法把这个钱 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但如果他没有赚到钱 他觉得他赚的钱很少 他也不会觉得 这不是什么不好的 因为他知道我现在的钱 我也够用了 他并不会有匮乏感 他会把现在的钱发挥到最好 比如说这两个人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 但是这方面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像巴菲特他有一次 给别人吃晚餐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就给他拿了一瓶 非常昂贵的红酒 出来请他喝 他当时就赶紧把这杯子给捂住 说不要给我倒 如果你真的要给我红酒的话 你还不如直接把这红酒 换成钱给我 然后他就挺开心 他觉得这样可以 那这是为什么呢 是别人请他喝客 又不是他自己的钱 但他觉得 只要你买这个酒 就是一种对财富的浪费 这个酒 我不需要喝酒 就算要喝酒 那么几百块就够了 你要花几万美元去 剩几十万美元去各位拼酒 他觉得这是对钱的 最大的糟蹋与浪费 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做 他宁愿说你把红酒的钱给我 然后我去把钱 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比如 还有像比尔盖茨 他也是一样 他很多财富 他也不愿意糟蹋得掉 而是他愿意把财富 做很多慈善事业 为你们关注他的公众号 我们这个比尔盖茨 他也是有 在中国也是有 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的 你也会发现 他经常在 他经常在做一些 各种各样的研究 或关于一些慈善的事情 和医疗的事情 和非洲难民的 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都在努力地用自己的钱 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他都在把自己的钱 花费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但巴菲特也很赞同他的理念 所以巴菲特 他将他自己的大部分资产 作为世界首付 他们两个 他把他的大部分资产 都直接准备赠送给比尔盖茨 因为在他的眼中 比尔盖茨比他更会用钱 他比尔盖茨能把钱 花费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所以他愿意 把自己的钱 全部交给他 就像 大家有些时候 应该也养过宠物吧 如果你们要走了 这宠物养不了 你们肯定也不会 随便把它给交给一个人 甚至把它给断了 吃了算了 你们肯定会找一个最喜欢他的主人 就能照顾他的主人 可以经常带着狗 愿意带着狗到处去外面溜达 去外面溜达的主人 就这样子 就能照顾宠物的主人 才愿意把自己的宠物交给他 所以对巴菲特来说 在他眼中 比尔盖茨就最会用这个钱 也最珍惜金钱的人 所以他愿意把钱 全部交给比尔盖茨 就是我们对金钱的一个 正确的态度 就是当你真正的喜欢金钱 尊重金钱的时候 你就会自动的把它使用到 最有价值的地方 在普通人眼中 你可能会很奇怪 因为在普通人花钱的时候 他会发现你死死的 捂住自己的口袋 你不肯花钱 你也不愿意花钱 因为你觉得 把钱花在这个地方 是对钱的最大的浪费 但同时在另外一些时候 可能普通人 他不愿意花钱了 他觉得有什么意义 但你愿意花钱 因为你觉得 花这些钱 这是对于财富来说更好 花在这些地方 对于财富来说 当然更好地体现出 它的价值 同时呢 你花这些钱 也是为你们未来做考虑 也是你们给自己买机会 我们在以上的内容 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总结 第一呢 我们明白了 虽然财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如果我们真的一生去追求财富 光是去追求金钱的话 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但是财富往往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 达成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第二呢 我们知道 财富呢 它绝对不是某个固定的东西 不是货币 也不是房子 也不是什么 我现在面前的这台 这台MacBook 它是 它什么是财富 取决于它能否创造更多的价值 那么它能否创造更多的价值呢 又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 你越是会懂得如何使用财富 你的财富也越多 第三 我们该怎样获得更多的财富呢 第一就是我们要学会 用金钱去购买机会 去购买 让你未来拥有更多财富的机会 第二 我们要学会以富足 尊重 珍惜的方式去对待金钱 而不能是一种浪费 排斥 无所谓的态度 去对待财富 当你尊重金钱的时候 当你喜欢金钱的时候 金钱会自动地往你这边 往你身边靠拢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